朋友们,我的牌子下来了啊,云A96BK3,大家以后在路上看到这个车牌,就是我啊,可以给我滴两身,现在我要挂牌子了,挂上牌子就可以出去玩了啊,来 挂牌子也是个技术活呀,现在的螺丝都是这种的啊,拟好了,把这个帽扣上 哎呀,没点力气还按不进去呢 我去,这么硬吗,这个啊 按进去了,行了 我的车全部搞定了啊,今天昆明真冷啊,都下雪了 呃,这两三天都特别冷,我要开车去南边了,去园阳那边看梯田啊,上车 好了好了 今天昆明是真冷啊,我现在开车呢,往那个墨江方向走,要去那个北回归县的公园看一下 已经下高速了,我今天雨下的有点大呀 前面就快到墨江县城了 我找个地方停一下,给大家讲讲我这个车的用车感受,还有今年的旅行计划吧 我看停在什么地方方便一点啊 下雨天路滑,我就先不开了 在路边找了个地方停一下 现在雨有点小了 大家看看我这个车啊,呃,刚买了不到一个礼拜吧 我觉得开的还可以 呃,驾驶感受不错的 1.5的发动机,我觉得动力还可以,因为我也不开快车 所以我觉得动力是够用的 然后我现在呢,已经开了579公里了 呃,看一下我那个油耗啊 很多人说这个美国车它费油 我现在平均油耗是5.8 呃,这个是呃,高速路的这个油耗啊 因为我这个车也没怎么跑市区 基本上都是高速啊 然后这个好走一点的路 这个油耗 这是新车 估计它磨合期,磨合好了以后 这个油耗还会降低 我感觉虽然它是美国车 但是因为它是排量小的 所以也并不怎么耗油 这么算下来的话 平均一公里就五毛钱吧 这个平均水平 呃,然后其他的呢 我再说一下这个车 这个定速巡航确实是非常有用 你跑高速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定速巡航的好处了 然后就是这个呃 实体按钮一定要夸一下 实体按钮太好用了啊 不管你是这个打开空调 还是这个各种操作 一按就可以了 现在好多那个大屏幕的那种 其实不好用 隐藏菜单 你还有一级菜单二级菜单 按那个的时候很影响这个行驶安全的 再就是这个车有个好处 就是它这个自带的导航 还是挺好用的 它自带的一个高德导航 然后也不用用我的手机去导航 直接用它这个自带的导航 就挺好用的 然后就是这个新车呢 它味道确实是有点大的 这两天我开车呢 都要把窗户打开 不然的话这个味道特别的虚脑袋啊 一般我都是打开天窗 再打开一个车窗 这样它形成对流以后 这个车内的空气会循环的好一点 这就是这三两天的这个用车感受啊 然后再说一下我今年的旅行计划吧 我现在打算先开车去那个墨江 那边是北回归县的一个城市 然后再去园阳看梯田 再去猛自吃米线 再去各旧看看那边的房子 然后再去罗平看油菜花 这个云南就赚完了 然后我从罗平呢进入贵州 然后从贵州去四川去青海去新疆 今年要把新疆安排上了 我的计划呢目前是先到新疆 新疆之后呢咱就再说 还不知道到时候是什么情况呢 是吧 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 大致的旅行线路就是这样的 云南贵州四川青海新疆 当然这个路线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会根据当时的情况 去实际的调整这个路线 目前就是这样规划的 大家如果你们也有这个出行计划 我们是同方向的 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玩个几天啊 好的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马上就到墨江了 大家看我墨江的视频吧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